白板橋爆出了幼兒園的胃藥案之後 是引起了各界的關注 而為了避免類似的狀況發生 高雄市長陳希邁說 已經責成教育局 衛生局 還有社會局來聯合積查 重點是鎖定相關醫療院所的開藥狀況 陳希邁指出 在藥品管理的這個部分 會針對高雄目前的狀況 來做一個全面性的調查 那除了是檢視藥品管理機制之外 也會有一個調查 會同步了解各個幼兒園的管理狀況